神奇的水彩 家美的哥哥有画剧箱和图写本 画剧箱里有调色板和画笔 有好多好看的水彩颜料 哥哥画画的时候 家美总是说我也想画画 哥哥却总是说不行不行 昨天家美又说我也想画画 不行不行 这是神奇水彩我的宝贝 哥哥合上了画剧箱 我也想画画 我也想用神奇水彩画画 家美抓住画剧箱不放 真没办法 哥哥终于把水彩颜料借给了家美 家美把颜料挤在调色板上 蓝色 家美说 哥哥一听立刻说 用完把盖拧好 黄色 家美又说 哥哥一听又说 别用的太多 不过当家美说红色的时候 哥哥却不见了 啪哒啪哒啪哒 家美在画纸上涂颜色 黄色 蓝色 红色 啪啪啪 擦擦擦 刷刷 颜色渐渐混在一起 变成了这种颜色 这时候一个球滚过来 哥哥跑来了 哎呀呀画了一堆泥 哥哥说 人家还没画好呢 家美去洗调色板和涮鼻桶 就像哥哥平时做的那样 当她回来的时候 呲溜呲溜 从她脚边爬出来一条蛇 蛇吊起红色颜料 呲溜一下 钻进树林里去了 啊不行 那是哥哥的 家美慌忙追了 在哪呢 快把哥哥的颜料还回来 家美在树林里找来找去 穿过树丛 撩起树枝 剥开长春藤的叶子 啊 看见红颜料了 还有蓝的 还有黄的和绿的 在打开盖的颜料馆周围 蛇正在和松鼠 乌鸦 老鼠 一起画画 这时候 熊和狐狸 叼着画 巨箱 速写本 和涮鼻桶 从森林里走出来 不行 这些都是哥哥的东西 家美一走过去 乌鸦 噗隆噗隆 飞了起来 松鼠 老鼠 蛇 狐狸和熊 也一下子全部逃走了 只有一条 齿巨虫 还在用小树枝 往叶子上涂红色 齿巨虫 齿巨虫 你画什么呢 要不要来点别的颜色 家美往调色板上挤的一些颜料 给你用吧 瞧 草绿色 紫色 橘黄色 齿巨虫一听 就一拱一拱的爬过来拿颜料 淡蓝色 粉红色 家美把颜料一样一样挤 挤出来 于是 杀杀杀 松鼠摇着尾巴从树后面跳了出来 接着 老鼠 蛇 乌鸦 狐狸 熊也都回来了 而且连小猴小兔和小麻雀也来了 然后大家开始画起画来 家美也和大家一起继续画画 刷刷刷刷 咯吱咯吱 巴达巴达 响起一片画画声 还有松鼠和蜥蜴跑来跑去 拿颜料时弄出的响声 沙拉沙拉 稀疏稀疏 过了一会儿 家美 家美 从远处传来哥哥的叫声 小动物们 慌忙拿着自己的画藏到树丛里去了 沙沙沙 哥哥的脚就伸进了 我到处找你呢 你在这种地方画什么呢 哥哥拨开长青棚的叶子 突然出现在家美面前 画这个 家美把画拿给哥哥看 哇 太棒了 这是真正的神奇水彩啊 哥哥吃惊的摔了个四脚 小潮天 你喜欢吗 我都没说话 你喜欢吗 喜欢我都没说话 小乖 你也可以说话 先生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